還有我們高雄的這個輪甲的乳童 隨機的乳童事件 那麼如果說有這些 即時的警報的系統 然後來提醒民眾的話 我們覺得可以更加的來預防犯罪 然後預防這些公安事件 並且能夠保障市民的身家財產健康 那市長呢也給予具體的承諾 說他們之後會來研議 這些所謂的緊急事件的通報系統 那這次輕軌二級的部分 希望說市長這邊能夠 做一個交通流量的壓力測試 對 因為其實正義的路段 所指的就是美術館路 銜接到大順路的這個路段 那很多的民眾會問說 之前旁邊的馬卡道路 聖福講說是為了城市進步 所以讓他有地下化了 可是你又在他的旁邊 現在又要在一般的路面上面 鋪設軌道 很多人還不知道是在路面鋪設軌道 那麼因此呢 我要求陳其邁市長 做一下這個壓力測試 就是你在還沒有施作之前 你是不是應該試著去把那個地方 可能把它圍起來做一下壓力測試 未來這樣的一個 真的興建下去之後 這個是一般的民眾 高雄市民能夠接受的嗎 我覺得當你軌道真的做下去以後 可能就不可逆了 我們應該在施作之前 民眾有那麼多的疑慮 你是不是可以先來進行一下壓力測試 才能夠知道說要如何去避免這些相關的問題 OK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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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